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有没有印象在2012年和2016年 这里经常都有爆水管和下水管 是的 是吧 因为水管老化 他们估计的时候有点落差 老化之前就要打鸡狗 一次又爆 两次又爆 击爆了很多次才怕人家骂 骂骂骂落实 是不是觉得政府的态度拖延 不骂到他们就不做 有点 因为他们太多事情要搞 迫到迷身也不会行动 如果要弄的时候 抢收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我都明白 但最好就不要隔夜 一天之内搞定 我都觉得可以接受 但又不要说一年有几次 就会影响我们 就是会觉得 哎呀 又来 哎呀 又来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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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